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100挑選攻略 我是Valia 隨著有大眾美感 意識提升 我想在房門除了實用之外 可能也很多人更注重美觀 但雖然門片總位這麼多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挑 才可以挑到適合的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夠設計的總監子吟 來跟我們好好分享 關於門片的專業知識 我們歡迎總監子吟 嗨 大家好 很高興來到100 那首先我想一開始 我們就先請子吟 來跟我們破解一下一些迷思啦 有沒有那種喔 大眾他很愛用 可是你實際這個實物經驗來看 他沒有那麼推薦 使用的臥室門片類型呢 有啊 一個是拉門 一個是隱藏門 首先是拉門 有些小宅呢 可能會用拉門做主臥門 他可能可以省去 門片回轉的空間 但是拉門需要安裝軌道 氣密度就沒有補通門這麼好 隔音效果就很有限 所以我們不建議用在主臥 比較適合是在 加一房呢 或是書房這些彈性空間 像我們有一個案例 就是把折門跟拉門整合在書房空間 我們把拉門用於電視牆上方 側面用折門 剛好可以整合在旁邊的柱子裡 所以如果有客人來呢 就可以當成一個臨時過夜的地方 做彈性的調整 原來我想剛剛說到拉門喔 現在也蠻多人因為美觀喔 會想要做這個 只有上方軌道的這樣一個拉門 但真的實際去拉起來看看 其實沒有那麼好拉耶 在這點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什麼樣的細節呢 其實是要看門片的大小 如果面積只是一般門的尺寸的話 其實可以只用上方軌道 但是如果門片面積比較大 我們就會建議要有上下軌道會比較好拉更安全 那如果在意美觀的話 其實現在的五金都做的很細緻 其實不會很突出 隱藏門不適合用在臥室 這是為什麼 隱藏門其實比較需要維護 像大部分的人會覺得隱藏門存在感低 又可以濃入裝潢跟比較有隱私性 但是使用上其實有一些小問題在 例如隱藏門沒有把手 所以時間久了呢我們去推門的地方就容易會變髒 那如果我們表面是做特殊塗料的話 更容易有這個情況 再加上有一個問題就是封壓的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最常遇到要維修的地方 因為隱藏門呢是透過自動回歸鑿鏈來做開關門 所以平常只要輕輕的推門就可以開門了 然後透過鑿鏈自動關上 那因為他沒有鎖舌來固定門片 所以很容易受到封壓的影響 像封大一點的時候他自己可能就會開合 那目前呢我們有很多四族是家裡有樣 小毛小狗的 那他們就會比較去顧慮到隱藏門這個習慣 因為小毛小狗可能容易去推開他 所以會把毛小孩的習性納入考量 的確喔有聽說這個隱藏門其實是有封壓的狀況 那如果說我們不開窗的話是可以改善封壓的問題嗎 其實很難避免 因為我們室內可能不只只有一個門片 可能有兩個以上的房間 那你在開這扇門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連動去帶到另一扇門這個呀 特別是在高樓層的地方更有這種情況 所以目前來說封壓是沒辦法解決的 那我想除了臥房門之外啊 對於哪一些地方呢其實是適合使用隱藏門呢 我覺得像主臥的衛浴門其實蠻適合用隱藏門的 因為我們常見的衛浴門對到床的風水問題 其實大家很在乎就可以用隱藏門來做化解 還有像有一些儲藏室是坐在玄關 也可以用隱藏門去落化存在感 我想大家會喜歡隱藏門的主要也是因為它好看啦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融入裝潢喔 那有其他類型的門片其實是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的嗎 以及它也要兼具實用有這樣的一個門嗎 其實一般門雖然存在感強烈 但是我們設計師呢會透過設計的手法 讓它看起來是符合裝潢風格的 如果真的很喜歡隱藏門與牆面切齊的視覺效果 我們其實可以建議用五框門取代隱藏門 那五框門看起來跟隱藏門很像 能夠貼合牆面濃度裝潢 只是說五框門多了門把可以把門把當作裝潢搭配的一部分 五框門使用起來就跟一般的門片一樣 不受風壓影響 那它的氣密度跟隔音效果相對就比較好 那可以想成是我們透過木工的手法 把門框修飾到與牆面平整的狀態變成五框門 因為五框門在後續的維護跟使用上 比起隱藏門容易多了 所以現在我們公司目前偏好都是以五框門取代隱藏門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子盈喔 在門片材質上啊 普遍用戶喔 他對於這個門片材質會有什麼樣的需求呢 在門片材質上如果是表面材質呢 我們設計師來說其實是比較注重造型跟美觀 那如果要注重功能的話 我們會建議客戶要比較留意 門片的隔音效果 現在大家都很在意房間隔音的問題 尤其是小宅 空間緊密就更需要好的隔音 那像我們木工們呢 常見其實是用木星板做為底材 所以我們都會主動在門片裡面加隔音棉做隔音效果 那如果對隔音更要求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再建議加一層隔音毯 它其實可以再增加20分貝的隔音 像我們過往做過琴房 那鋼琴老師家對隔音要求又更高 所以我們在門的表面其實還會再加強吸音板的部分 才不會打擾到鄰居 那另外呢門縫的密度跟隔音其實也是相關的 所以在門跟門框之間呢 我們也會建議加隔音條或毛刷條 那不過門的底部還是建議要有0.5公分的縫隙 不然可能門片隨著天氣的變化熱帳冷縮 就可能不容易開啟這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做這樣有基礎隔音的門啊 我們大概預算要怎麼抓 門在處理上我們是以堂為單位 那門把五金是令計 以我們公司來說呢 基礎的木工們我們建議抓一堂兩萬多 需要其他特殊表面材質再加上去 再來是表面材質上 大部分的客人就會以預算跟美觀來決定 以木工常見的表面材質來說呢 預算從高到低為 特殊塗料 烤漆 實木皮 美奈版 但不是越貴就越好維護喔 像特殊塗料呢烤漆相對於 實木皮呢美奈版是比較難維護的 那如果是隱藏門這類沒有把手的門片 我們其實就建議不要使用特殊塗料或烤漆 畢竟我們的手是有天然油脂的 使用久了門片上會有一塊比較不好去除的污漬 可以使用美奈版呢後續是比較好維護的 了解那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高CP值的門片做法呢 有的 我們之前有遇過預算相對有限的屋組 那一般我們做的木工門片會以烤漆啊或實木皮為主 那為了節省預算呢我們就會把隔音做到好 那簡化造型 但是是用有質感的美奈版去取代實木皮 那把手的選擇上我們會選CP值高一點的 也能達到美觀跟實用的效果 既然講到了材質喔當然也想請教你啦 設計師在裝潢上啊會使用實木門嗎 除非呢是有風格上的需求 不然我們其實不太用到實木門 因為實木門呢比起木工門 本身含水量比較高 那台灣的氣候其實比較潮濕 未來可能會比較有變形的問題 喔 所以還是建議喔 你在一般的狀況下使用木工門會比較好對嗎 對 沒錯 了解 那我再來想問喔 我們選擇好門片樣式與材質之後呢 可能就會遇到這個五金的選擇上 是不是在五金選擇上真的要特別挑剔啊 那怎麼挑呢 五金上呢我們可以分為 鞠鏈跟把手兩個部分 首先是鞠鏈 一般門片常見的兩種就是 蝴蝶鞠鏈跟自動回歸鞠鏈 那蝴蝶鞠鏈呢其實適用大部分的門 也是我們最常見到的 那它的結構呢很耐用 後續其實不太會有維修的問題 那像自動回歸鞠鏈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隱藏門呢 大部分是用這個鞠鏈 那它的優點就是呢自動關上門片 然後可以用這個鞠鏈去調整門片的速度 那如果門片歪斜呢也可以用鞠鏈去矯正門片 但是使用上呢有兩點要留意 就是這種鞠鏈不能強行去關嗎 我們去壓它 要等待它慢慢的回歸 不然會容易壞掉 然後再加上呢如果家裡有小孩 推門的失利點通常在門的下方 那久了其實很容易讓門跑掉 然後可能每隔一段時間 我們就必須要去維修啊跟調整這樣子 像我們之前的經驗來說 如果家裡有小小孩的話 大部分可能半年就要請我們師父 跑一趟去維修 我們也好奇啦 這個進口的鞠鏈在使用 會比台灣製的耐用嗎 其實不一定 就我們的使用經驗來說呢 不管是軌道或鞠鏈 都會以台製的為優先 像我們之前呢用過美國進口的鞠鏈 那相對於價格上比較高 但是因為它設計上呢 可能比較不符合台灣人的使用習慣 後續維修問題就很多 後來我們採用了台製品質不錯的鞠鏈 優點上呢它的穩定性很夠很耐用 那相對於價格上也是比較合理的 比較平價的 後續維護上也比較沒有材料缺貨的問題 所以在客戶方面其實不太會有報修的情況 的確我覺得後續的這個維護喔 是要考量到的喔 那如果說台灣製的已經很夠用 其實我們使用台灣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追求這個進口品牌 而且可能你在預算上花的呢 還會比較開心對不對 沒錯 那再來我想問就是說 把這個門把上我們可以怎麼挑選 那在門把上我們有沒有一些需要評估的部分呢 門把的品牌呢 樣式其實非常多元 那我們其實就是以美觀跟造型為主 常見的有水瓶把手 喇叭鎖隱藏型把手等等 那如果要好抓握的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水瓶把手是最好抓握的 也是目前比較主流使用的 不過呢我們就有遇過 蠻有趣的案例就是說 欸客戶加油養貓 那貓就會去玩水瓶把手 那我後來他可能就會選擇是 圓形把手為主 或是更進階一點就是隱藏式的把手 不要讓貓咪去玩去開門 那我想請問這個門把加門鎖的預算 可以怎麼抓 他會不會因為價格比較貴就比較耐用 像一套門把加門鎖的預算 我們大概可以抓2000到4000 我覺得呢不管是進口或是台製的五金呢 以五金跟裡面的鎖舌來說呢 其實耐用度跟實用性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插在手把表面上的材質 其實會影響到 容不容易掉色呢或握起來的質感 假如一樣是黑色的 烤漆的把手價格可能就比較便宜 那握起來可能就比較塑膠的感覺 在使用上呢邊角就比較容易 有烤漆脫落的痕跡 那如果在意吊塞 其實我們會建議選用 度胎或是茅絲面的金屬把手 那其實他握起來的質感就非常有差 長時間使用都會像全新的狀態一樣 那在門把的維護上有哪些Mega 可能是我們要留意的 如果是不鏽鋼呢跟度胎的金屬門把 都不太需要維護 如果真的有髒污呢 基本上我們乾不擦拭就可以了 特別是度胎的金屬門把 不要用清潔劑或酒精 這些腐蝕性的產品去使用它 它可能會把它表成的電鍍擦掉 同樣的到你呢用在衛浴的門把 我們會建議選擇不鏽鋼的材質 比較好維護 如果是度胎門把 我們其實盡量就要把手擦乾 再去開關門 避免手上殘留的肥皂或清潔劑 去腐蝕表面的保護 完成 我想剛剛喔 這個子儀已經跟我們分享很多 關於這個門片啊 到底要怎麼樣挑選 最後我們這邊也整理了 網路上常見的問題 來請你幫我們好好的QA一下了啦 好的沒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請問總監喔 如果在預售屋客便階段 要退門片的話 門框要一起退嗎 房間的話我們其實會建議 跟門框一起退掉 那我們也幫觀眾加碼問一下 衛浴門他也可以退掉門加框嗎 如果是衛浴的話 他可能情況就比較多了 可能會遇到無法退門框的情況 因為我們衛浴的部分 我們會做到防水層 那有些建設公司他就會說 那如果你退掉門跟框的話 他可能會不知道 瓷磚要貼到哪 再來第二防水層不知道會做到哪 那這兩點可能就會影響到 後續的防水測試跟驗收的部分 那這種情況我們就會建議先不退掉 後續我們可以用 木工包框加木工門的方式製作 不過衛浴的地板可能會有積水等狀況 如果用木工做框的話 濕氣會不會很容易滲透進去呢 不會我們有一點點小巧事 就是說在衛浴門框的處理上 我們其實不會讓門框落地 我們會讓門框的底部呢 是站在人造石的門檻上 所以呢它還是有一層防水的效果 不用擔心那網友也常常問啦 說家裡已經有現成門片了喔 如果不想另外做木工門 只是想更改這個門片的顏色的話 有沒有哪些做法呢 有的常見的改設做法有 烤漆 貼皮 油漆DIY這幾個方式 那烤漆呢會是改設成本最貴的 因為木工師傅呢 首先先要把門片保護層刨掉 剩下底材再重新烤漆 那工法上相對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而且後續使用上會比木工烤漆門 更容易碰撞掉漆 第二種貼皮呢 貼皮其實是用軟的貼片覆蓋上去 相較烤漆便宜 那如果要求完美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 貼皮的質感沒這麼到位 那在耐用度上可能久了 邊角容易翹起來 DIY油漆呢會使用到DIY改設的客群 我認為可能就不像我們設計公司一樣要求完美 甚至他們想要是那種手刷的溫度的質感 那如果沒有考慮到完美的這個考量 其實這個方式是最簡單 而且是最評價的方式 這樣聽下來喔 除了油漆DIY之外喔 其他兩種在日常使用上好像也沒有說太理想啦 請問總監這邊有沒有比較推薦的改色方法呢 如果想改現成的門框的顏色 其實我們會請木工師傅使用質感比較好的美耐板貼上去 它有點類似貼皮的概念 但是做工會比較細緻 不過因為美耐板本身有厚度 所以可能到時候我們還是會去把門片做裁切的一個動作 預算落在貼皮與烤漆之間後續使用也很好維護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我們夠設計的總監楊紫瑩 來為我們解答這麼多專業的臥室門片挑選技巧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到夠設計的FB跟IG 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內容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100的挑選功率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